2020年两会经济基调已定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前开 敲定诸多细节 一项对经济学家的调查显示 在本周举行年度政策会议时 中国最高领导人把2020年经济目标将设定为约6% 知情人士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于周二开始 并于周四结束 正当谈判人员旨在与美国敲定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时 这一会议结束 这次闭门聚会确定了来年经济政策的重点 并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设定了目标 有关细节要等到三月份的两会上才能公布 彭博新闻社本周调查的18位经济学家中 有近三分之二表示 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目标设定为约6% 这种措辞使决策者可以灵活地认识到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放缓 但保持不放弃一个长期目标 既在本十年内时铲除规模翻一番 2019年的当前目标是6%至6.5% 六位受访者表示将设定为5.5%至6%的目标 由于猪肉价格飞涨 中国官员面临着增速放缓和通货膨胀率上升的艰难组合 而且如果美国总统川普于12月15日提出威胁向关税升级 与美国的贸易摩擦可能会加剧 决策者们试图在支撑经济与避免全面刺激经济狂热之间寻求平衡 这种刺激可能会使债务风险进一步恶化 官方媒体通常会在会议结束后就会议的结果发表简短的报告 上周五最高领导人发誓要避免明年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 并警告说国内外的挑战已经大大增加 由习近平主持的25名成员组成的政治局会议 保证将增长保持在合理范围内 呼吁外部压力转变为深化改革开放的动力 第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长6%为几十年来最低速度 中国的消费者通胀在11月加速至7年高位 而生产者价格则延续了跌势 尽管全球需求仍旧疲软 但出口在11月份出乎意料的下降 尽管进口的增加可能进一步证明了国内经济的稳定 国务院经济学家周二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说 不必对6%的增长率过分重视 但强调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说 6%不是一个特殊的分水岭 接受彭博教查的经济学家 还看到政府对通货膨胀和财政刺激保持谨慎态度 53%的人表示 决策者用调整对经济的支持水平的财政赤字目标将稍高一些 达到GDP的3% 而2019年为2.8% 在谈到通货膨胀时经济学家有一半认为将消费价格的涨幅定在3%至4%之间的上限 另一半认为将保持3%不变 林郑月娥说没有计划改组内阁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说改组港府班底并非当务之急 与此同时林郑月娥将于周末赴北京述职 这是建制派上个月在区议会选举大败后 林郑月娥首次向中央政府述职 据美国之音援引路透社报道 林郑月娥在每周对媒体发表的讲话中说 她的当务之急是恢复法制 她将于星期六前往北京向中央政府官员汇报香港数十年来最大规模的政治危机 苹果日报报道林郑月娥政府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 北京正在考虑在今年年底对港府班底进行改组 从六个月前反送中抗议开始至今 林郑月娥一直在回避改组班底的问题 她说我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恢复香港的法治 确保香港的经济和社会能继续向前发展 在回答记者提出的是否要对港府班底进行改组问题时 林郑月娥表示这不是当务之急 但是我会非常关注 林郑月娥还回答了港府是否承诺会委任一些落选的区议员做公职 是否想用公努去养这些已落选的建制派议员的提问 她说她不会公开谈及近日同建制派见面的内容 但承认建制派候选人的区议会败选 不可否认是与政府有直接的关系 选民不支持建制派候选人 纯粹是表达对政府施政的不满 她对此表示歉意 林郑月娥表示会一如既往与政党合作 聆听他们反映的地区问题或政策的意见 不过她没有直接回答是否会延览落选的建制派区议员进入港府的班底 香港理工大学校园恢复部分开放 香港理工大学本周二部分恢复开放 据中央社报道 理工大学管理层10日向校董事会讲述校园情况 学生校董李傲然会后表示 校方将于11日起允许签妥通知书的教职员确保知系校园风险后进入指定范围 包括李兆基楼及李大第八期范围 李傲然称李大短期内重开整个校园有困难 就何时容许学生进入开放更多校园范围等 李傲然说 校房暂时未有确定时间 需视乎还评报告及清理进度 预计本月底有还评报告结果出炉 李傲然还表示 估计校房仍在估算校园修复费用 会上一位提及支付责任谁数 但她认为政府需要为事件负上相当大的责任 事件由政府引起 要大学承担费用 大学是非常无辜的 校方昨日向师生发电邮称 1月13日如期开始的第二学期 首两周预留给学院跟进 尚未定成的第一学期考核 明年2月3日恢复授课 违规与境外企业合作 视觉中国遭令整改 视觉中国与ICphoto网站 因违规从事网络新闻讯息服务等问题 遭中国官方约谈并暂停服务 视觉中国今晚表示 尚不能准确预计自查并完成的时间 网站恢复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据中央社援引澎湃新闻报道 视觉中国网站和ICphoto网站 遭指违规从事新闻网络讯息和服务 违规与境外企业展开涉及网络新闻讯息服务业务的合作等问题 中国国家网信办指导天津网信办 今天会同江苏网信办 北京网信办 约谈视觉中国网站负责人 指导上海网信办 约谈ICphoto网站负责人 则令两家网站立即停止违法违规行为 全面彻底整改 目前 视觉中国网站和ICphoto网站均已暂停服务 公开访问两家网站首页 均显示为整改公告 公告指出 落实有关管理要求 网站自及时起全面展开自查整改 整改期间网站暂停服务 视觉中国表示 截止目前 公司尚不能准确预计自查并完成的时间 公司正在按照管理要求 认真积极履行内容自查工作 网站恢复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台湾外交部长称 北京若镇压香港 台湾将出手援助 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 今天接受美联社专访时表示 政府支持香港民众争取自由和民主 而一旦北京加强镇压当地抗争的力道 台湾方面将协助被迫离开家乡的香港 据美联社报道 吴钊燮说 台湾政府无意介入香港内部事务 但是 台湾现行法律 已足以处理相对少数 试图在台定居的港生或港人的需求 不过吴钊燮说 香港警方以不相称的武力对付抗争民众 他表示 中国大陆任何形式的武力介入都将等同于新层级的暴力 这将促使台湾在协助港人离港问题上改变立场 吴钊燮指出 一旦这种情况发生 台湾将与国际社会合作 对因暴力而流离失所的港人提供必要协助 他还表示 美中贸易战持续进行 为台湾同时创造机遇和挑战 台湾企业在中国是重要投资者 随着贸易战持续 部分台商正在撤离中国 台商承诺返乡投资金额已达230亿美元 我们获得川普政府非常高层的官员保证 他们与他国的关系不影响对台关系 而且对美国来说 台湾是非常重要的伙伴 日本也想打台湾牌 正要建议派副大臣访台 台湾总统大选与立法委员选举正热 产经新闻发行的杂志正论 推出以台湾危机为题的增刊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胞弟 众议员岸信夫在文中表示 期待美日台进行安全保障对话 据中央社报道 正论杂志1月号 以台湾危机为题发行增刊 在第一单元领导人的话中 涵盖过去报道的针对前总统李登辉 前总统陈水扁 总统蔡英文 前行政院长赖清德等人的专访内容 台湾驻日代表谢长廷以 台湾是亚洲的民主堡垒 安信夫以美日台的安全保障对话 为题发表看法 安信夫表示 要探讨当今的台湾 一定要注意美国的动向 对于美国政府比以往更支持台湾一事 他给予高度肯定 但他知道 这可能让中国感到不耐 中国在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后 或许因无法反制 转而对台湾施压 在这样的情况下 日本该怎么做很重要 他认为 美国有一部台湾关系法 在安全保障上可守护台湾 台日关系友好 却无相当于台湾关系法的法律 日本根据宪法 要协防台湾有实际上的困难 但也不能什么都不做 就日本来说 确保台湾活动空间很重要 比如支持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 国际民航组织 应更积极协助台湾加入国际社会 承认外务副大臣的安信夫说 明年春天 日本政府将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访日 中国如果想让这次访问成功 对日本应该在言行上学会自我克制一点 日本可推动政要访台 因为没有邦交 外务大臣不可能访台 不妨拍副大臣级的政要访台 今年2月 蔡英文接受产经新闻专访时呼吁 日本与台湾进行安保对话 安信夫说 日台应该直接进行安保对话 而且重要的是有美国的参与 美国展现存在感 他认为应努力促成美日谈安保对话 这可从民间的第二轨对话做起 安信夫还表示 就像美国派遣不少军人进驻美国在台协会一样 日本也应建立那样的体制 派遣主力级自卫队员进驻在台北的日本台湾交流协会 这可与台湾的军方建立关系 已备有不测事态发生 国际人权日 蓬佩奥再批中国港江作为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2月10日在国际人权日表示 政府的道德权威性主要来自于其保护权力与自由的意愿 他批评中国在新疆西藏等地区压迫宗教及少数团体 及侵害香港自由 据中央社报道 联合国于1948年12月10日通过世界人权宣言 为了纪念这一天 联合国随即将每年12月10日定为国际人权日 针对国际人权日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指出 世界人权宣言点出全世界人类都该享有共同权利与自由 而起草这份重要文件的 就是当时由美国前总统 罗斯福夫人爱莲娜担任主席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蓬佩奥表示 多亏罗斯福夫人及世界人权宣言 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们得以享受这些权利及自由 外界也广泛认为 一个政府的道德权威性 很大程度上来自其保护世界人权先言中所列权利自由的意愿 但是蓬佩奥强调 可悲的是 不是所有国家都展现了这项意愿 蓬佩奥指出 中国政府在新疆西藏及其他地方持续压迫宗教与少数民族人士 并侵害中英联合声明及香港基本法所保障的香港人民的自由 蓬佩奥也点名伊朗 叙利亚及委内瑞拉 他批评这些国家每天所放下的严重人权侵害震撼人类的良心 蓬佩奥表示 若要在爱好自由国家眼中重获其道德权威性 中国、伊朗、叙利亚及委内瑞拉必须重新致力于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